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风起洛阳,深度解析 先婚后爱的桥段,在现实里有几多可能 风起洛阳,确实刮起了一阵风 特色鲜明的国风传承 浮化到的高度还原,男女主超高的颜值 都为这部悬疑行 真伦理混搭爱情佐料的猛剧加分不少 但还有一个让五等津津乐道之处 就是这先婚后爱的桥段 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 早就知道我们那酷帅的 李公男最初是抵触这段姻缘的 但好在他有一个擅长于打动人心的老妇 虽心不甘情不怨的 也别别扭扭地戴上了新郎的大红花 但是喜事转瞬间变成丧事 小百里差那间失去一切 挚爱的老妇 优渥的生活和安然的心境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 极有可能就是他身边的这个 娇滴滴的刚过门 还没有来得及五热乎的新娘子的娘家人 这不就糟了吗 本来就心无旁骛 一心搞磕言 老婆审马的都是浮云 现在却妥妥地硬塞给他一个杀父仇人的亲眷 你说这证都扯了 再毁也有点来不及 而且 我们的百里工程师虽然是牧师之心 但大是大非还是绝不含糊的 那就是他明白知道这个若柳浮风的美人是无辜的 此时若加以踏法 也着实有点不厚道 所以怎么着呢 先昏着吧 但是昏着昏着 这氛围就有点暧昧 比如 百里老公居然暗中使用了交妻给他出的主意 给人家破天荒送去脱胎为人的第一份大礼 而且毫不吝啬地将这份功劳归于妻娘 正在查案的关键期 那冰伤裤盖的小脸上居然浮上一抹笑 居然只是因为想起了美妻持手做胡辣汤 再有就是那天掉大牙的怎么睡 凡此种种 认识法海老先生到此 也不得不探晚一声 呜呼呀 这是妥妥地爱上了呀 这种甜蜜蜜翻转的戏法 不禁也给了屏幕前留着哈拉子追剧的 云云众生们一个启迪 那就是在现实生活里 不爱我的那个他或者他 如果我就先昏了 他抑或他会不会就爱上我呢 这样一来 真的好像给在爱情漩涡中转的头 昏脑账的红男绿女们一个明确的进攻方向 至少是在混混顿顿中有了一线希望 但是 可但是 但可是 这样的桥段如果真的发生在你我身上 有多大成功几率呢 那咱不妨抽丝剥茧 先来从婚姻的基础聊起 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恋爱教科书编撰者沙士比亚的这句原装名言 精辟的揭示感情乃为步入婚姻殿堂之基石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更是将其融化进血液里 所以其实我们中国人真的是非常浪漫的 在感情的世界里绝对是碾压极王者的存在 就比如 青青紫巾悠悠我心 这明明白白的就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思念情郎 一想起你那青色的衣领 我的心呢就架不住的要飞 再比如 以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这啥情况 这不就是典型的没有看过帅过 还不好一俩眼直勾勾的盯着人家 只好装模作样的秀秀青梅 眼珠子却是早就飞过去了 再比如 山无棱天地和乃敢与君君 这意思还不明白吗 等到山没有棱角了天与地重合了 我才肯跟你分手 这感情 绝对尴尬的 随手采写几粒 都说明一个问题 如果上述种种 不以结婚为终极目的啊 恐怕很难美满收场啊 特别最后一个 弄不好 是要搞出人命的 这也从侧面证明 婚姻的前提绝对是爱情 但是 樊臣俗子的婚姻里 有时还真没有这位良药 古时 一句父母之命媒朔之言 就好解释 那现如今文明已经步入智能化时代 为何也会有如此不和谐之境呢 一者 乃利益之 使然豪门俱甲之间 名门高官之后 为打造利益最大化的王国 联姻 布施为一桩省时省力 而且疗效绝对百分百的高招 这在各种娱乐头条里 腐蚀极势 比喵珠介绍的详尽得多 故此不予赘述 就是我们普通百姓人家 因利益而走进民政局的 也大有人在啊 就我身边 一个窈窕美女 一米七的大哥 智商情商也一米七 名牌大学毕业 结果我们随分子的时候赫然发现 人家那家的哪里是老公 那简直是老公公 偷偷渡远脑门量 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 正恶万千 台上司仪直接甩过一把门钥匙 一套一百七十多万的豪宅 外加一辆七十多万的小跑 直接作为礼物拿个盘子就端上来了 二百多万 只需要扯个正就可以得到 要知道 在我们的这个小县城 那是多少人穷其一生 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啊 那你要问我这里有多少真爱 我还真揣测不准 但就从礼炮都想了 他才让我们这些平日里叽叽咕咕的笑 闹成一团的朋友们知道他老公的尊容 估计这爱有点类似外太空的氧气稀薄呀 第二 缺欠使然 这很好理解呀 就是一方有些问题 比如残疾呀 工作不好啊 家庭糟糕啊 身体隐疾呀等等 导致不太可能与对方在平等基础上缔结联理 而以婚姻的形式掩盖某种真相 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 其实无论是哪一方 当真相揭晓的那一天 都有些难看 那么 这主要的先婚的两类桥段 究竟有多少后爱的可能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 就像我那同事 如果婚后发现 哇塞 我老公妥妥男子汉 而且是顶天立地的那种 跟着他稳稳的安全感 那就爱上了也未可知 但我想 更多的 还是以尴尬收场必尽 婚可以一时 但爱却要经历岁月的讨喜 困难的打磨 才会熠熠生辉 那些婚前爱的昏天黑地的 一旦加入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与繁杂 那神仙眷属也有气急发飙的时候 何况我等凡人呼 一位哲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 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 有人答是花钱月下 有人约是洞房花竹 哲人却摇着花白的头发 连声说H众人惊问 老者汉手道 是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 手拉手走向夕阳 所以 不必纠结是先婚还是后爱 那都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概率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能够爱上一个人 恰好 这个人也正爱着你 等到彼此生命之花 渐去暗淡的时候 他的眼里心里仍旧是你如花般灿烂的笑颜 这足矣 足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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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